过往中共很少那麽高调纪念抗美援朝, 但今次都很特殊, 因为我相信这次都有少少在美国围堵越来越紧, 特别那段时间后, 国务卿蓬佩奥很明显对中国是一个很大鹰派, 会去印度去斯特兰卡, 所以在这时北京想摆出一个强硬的姿态, 甚至鼓舞国内民众士气, 现在美国国务卿到你隔离印度唱衰你, 如果你完全无反应, 我相信国内很多很失望, 所以他在这情况下摆出一个强硬姿态, 将毛主席的一些说话都抄了当自己用, 跟着又说美国不能被打败的神话不再存在, 诸如此类, 甚至继续扭曲历史, 将美国变成侵略者, 但大家读历史都知道, 韩战爆發是因为北韩今日成政权, 特杀南方而开始, 中国当时参战亦不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参战, 是以抗美援朝志愿军方式参战, 所以当时纪念韩战典礼上写的大字, 都是讲志愿军出国, 所以其实用个字眼都很有意思, 当宣传意义过去后都要回归现实, 所以今次跟着下来摆完个恶姿态, 摆完个不怕跟你打过的姿态, 觉得你都是子老虎, 我们打过你姿态后, 他仍然都要想如何在现在国际困局作出突破, 特别是譬如台湾, 我相信他在五中全会公告中, 无提一国两制已经是比较特殊, 因为如果五中全会涉及到2035年中期, 他说虽然重点都是经济, 但大家都知过往意图和平统一台湾 透过经济渗透, 现在连经济上渗透都不讲, 如果一国两制还有什么卖点, 他无理由会放弃, 刚才我讲了一个可能性 是香港情况比较难估, 虽然不讲, 但到今早记者会讲多些, 我觉得这反映了一点, 公告不讲,但现在面对台湾, 面对印太两条倒链围堵过程, 他仍然都想摆出一套和平姿态, 希望用一些经济诱因或一国两制这承诺, 希望能够到台湾部份政界人士招安, 在这种情况下他在记者会讲得比公告松动, 起码继续还会讲一国两制, 我觉得这是一个一边硬一边远的策略, 他上次突然很急地赶回去, 当时因为特朗普感染了, 所以也有一些工作可能要分担, 有些事要考虑, 所以缩短当时印太之旅, 但这次虽会重来, 这次重来去印度,去斯里兰卡都预了, 但他去印尼,印尼都是预了的, 但姿态很高, 印尼亦近期明显在对中国态度明显转趋强硬, 特别在南海问题上转趋强硬, 甚至近期些出现一些小规模派华事件, 所以在斯里兰卡比较身中, 但斯里兰卡亦大放反中厥词, 这令北京很反感, 但更关键的突然之前好像都无讲过去了越南, 越南大家都知道在东南亥国家联盟, 其实越南就是最反中, 无论在南海或西收群岛问题上, 南海九段线问题上, 越南反应都是最强烈最强悍, 他们到今日历史教科书都不断强调, 他被汉人侵略了十几次, 对上一次美国有政治高层访问越南时, 亦得到很热烈欢迎, 所以其实你可以预计如果美国要围堵中国, 在亚太地区其中一个不能忽略的很重要潜在盟友, 就是曾跟他打过仗在越南, 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个共同敌人, 而这共同敌人老实说现在从各个角度去看, 越南对中共戒心是更大对美国戒心, 我相信美国也看通了这点, 所以近这几年美月之间其实已经眉来眼去, 所以今次他突然访问, 都是配合整个印太围堵链的做法我相信, 我相信亦会令到以后在南海如果美军要继续穿梭, 继续在南海表达他不承认中共主权申诉, 越南是一个很重要的拍档, 而这亦是越南一贯的态度, 越南一贯都不承认所谓九段线, 一直都认为在中共有某些石油公司, 在越南大陆架转探石油做测试这些全部侵犯他的权益, 所以我相信如果美国跟越南走得更近一些, 可能越南会在短期内或一段时间后, 更明确挑战中共这些做法, 这样就会进一步牵制到中国, 我觉得这姿态好像很一致, 蓬佩奥当他在两个月前开始讲, 几个月前将中共与中国人分开时, 其实他跟着这两个多月, 他讲的每一番话都是直呼中共之名, 差不多是中国共产党怎怎怎怎怎, 甚至今早发表声明讲到那三个年轻人 被国安法驱控, 他都突出这部份, 一个被操控的特区政府所谓, 所以我觉得他都很统一, 现在在修持上将中共与中共分开, 而讲给全世界听我们要压抑中共这政权, 所以他差不多隔两日就讲一次中共, 中共要消灭所有与它威权不一致的价值, 这些讲法刚刚前段讲完, 所以我觉得他在印度那番话都不令人意外, 至于是否特意针对五中全会, 我相信他一定会知道这段时间开了五中全会, 但我相信无论五中全会进度如何开完未, 我想他都讲这番话都一样, 不会有甚麽分别, 因为这基本上是过去几个月来很一贯论调, 其实我相信在政治上各自摆出一套姿态, 但在实际操作上军方会有一套互相通报机制, 这都是国际惯例, 而且这不是今日只有,一向都有, 就算在美国未重返印太前, 跟中国都在军事上有些合作, 这些合作包括了一些互相通报机制, 现在问题是中共在过去一段时间做的事, 似乎挑战这个界线, 譬如不断超越台海中线, 告诉人家台海中线根本不存在, 所以美国即时反应说如果中国真的侵台, 美国一定不会坐视, 放出这些很高调的回应,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曾经有几日有些人觉得会否战文密报, 但现在军方出来作一个澄清, 我相信都是讲给人听, 我们之间仍有沟通, 如果无沟通就大件事了, 真的可能会双手火, 但仍有沟通, 以往所讲的一些通报机制仍存在,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我相信这对投资者资金流动很重要, 而他发言人刚刚被人问到问题时口一啪, 我相信这反映其实现在有很多问题, 特别在立了国安法后, 以及面对现在的围堵下, 中共中央政府有很多问题它未想得很透徹, 未有很一贯的做法, 所以变成有时突然问到它无准备, 它真不懂回答你, 过往不是, 过往就算突然问到一些离天万丈的东西也好, 它有一些既有的拉脱, 但现在有些问题是无拉脱, 它也不知你怎样答辞最对, 所以停了四十秒跟着说下一个问题, 这很尴尬, 但我觉得这个尴尬其实这件事反映, 其实有很多近这几个月出现的转变, 令到中共都未能很清楚摸到究竟自己的回应策略是怎样, 所以这也反映同样在五中全会的公告中, 不去高调再讲香港问题, 我想它不是不想讲, 因为我想如果一国两制还有卖点它一定讲, 因为这涉及对台政策, 但它真不知会怎样, 它不讲,不想被人把柄影去接下来部署, 我相信现在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些, 未来一段时间我相信这些出现, 这些下陆场面的机会都继续会有, 我想姿态可以摆, 譬如你想想当习近平小南巡的过程中, 它都见到军方, 鼓励军方要作战准备, 讲到这样, 然后又在一个抗美援朝纪念活动上, 讲到那麽战狼又可以, 这些姿态它会摆, 但几星期前我都同样讲过, 我不相信中共会在这时采取军事冒险, 因为对它来说任何军事冒险一旦有闪失, 就真是亡党, 它不可承担这个空险, 它虽然讲解放军的战斗力, 其实很多人都在怀疑, 因为现在特别是近几年, 习近平将原本解放军领导险差不多全部换, 它八年前那班跟现在这班已完全不同了, 八年班已坐牢死了, 而这班有部份实际上在军队最腐败时买回来的位, 所以这班人的战斗力都很值得怀疑, 你看最简单中印边境冲突, 要出狼牙棒, 跟着连死了几个人都不敢公布, 而印度反而是绝绝逼人, 你可以看到北京很多顾忌, 这些顾忌包括不单止对美国, 也包括荷兰失火, 如果一旦有甚麽事你不知印度会做甚麽, 所以我会觉得它战狼姿态会照摆, 但基本上我觉得一些既有默契仍存在, 如果一旦事但一方过水位, 对方会提出一些讯息, 譬如你说这中线不存在, 就是美国一些军事领袖出来说, 如果你有任何行动的话, 美国不如会坐视, 我想这些互相抛浪头都是在既有的沟通, 大家各自摆姿态下都会继续做的事, 美国就很清楚如果美国已有套比较确实政策, 就是要压抑中国冒起的话, 公事上在亚洲地区要牵制住它, 这必然是其中一个主要手段, 除了不让它科技业或其他各种各样国家行为, 在欧美地区继续扩张之外, 在亚太地区、印太地区继续牵制你, 做一些事令到周围的国家与美国联成一气, 令美中国感到压力一定会做, 所以它不单止日本, 特朗普任内八次去军售, 而且那些军售的格局越来越高, 现在卖的是攻击性武器来的, 不是过往防卫性用途, 而军演也实际上实辣实耻, 连同澳洲甚至印尼都有参加, 甚至有传说还谈苏碧湾军事基地, 所以我觉得这都有一贯, 我亦不相信这套策略会在大选出现任何变化后, 就算特朗普输了, 亦不会在短期内有转变, 我觉得这已是一贯策略, 不过这段时间是选举, 我相信美国方面都不想令到, 如果有些军事动作太过引起别人不安的话, 对选情肯定有影响, 所以我相信他们都不想造成这样的姿态, 所以近期反应被动了一些, 即你有行动它才警告你, 但不会好像早前派一只高空偵察机直插你内藏, 我相信无做这些事现在。